一类的 你不是最讨厌编辑吗 老师这个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 我不喜欢被别人赶着稿子 就是催我写稿子 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 但是你如果让我给你杀血一些 我喜欢 但你今天应聘这个是广告创意 我问一下广告创意 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广告创意 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广告创意 其实我的选法很简单 就是把我的诗歌融入 比如说公司的产品 主打了产品的核心理念 和我的诗歌相结合起来 感染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有哪一个广告是结合诗歌 做的比较好的 你这样吧 你有没有想过给大家做过一个 我就是火星时代教育 你给他做了一首什么诗 还是昨天你离我很近 就在今天我离你很远 不问那些有的没的 不问那些真的假的 是你站在我的面前 已隔了整整一个世界 这跟火星时代教育有啥关系 就是我和你 如果没有接受火星时代教育 我们俩很近 但是当我接受了火星时代教育 我们俩就很远了 你是谁 我就是接受了火星时代教育的那个人 你是火星时代教育 接受了火星时代教育的那个人 那个人 一男一女 他们是在火星时代教育里面相爱相知 不一定 没有爱了 接受了教育的人和没有接受教育的人 没有爱了 谢谢 谢谢 没有爱情了 这里 我的重点是在于 不是 咱们能不能不猜测选手的思维 不用了 他讲一个广告创意到现在讲不清楚 这是有问题的 对 为什么要猜测他呢 你觉得老板听懂 你觉得这个广告怎么样 自己评价一下 我自己不敢称作一个诗人 只能说是一个爱写诗的人 他有的时候 他的感情 他的想法 他的态度 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因此 我觉得各位老板 就是他们没有 以一种平常心 或者是没有以一种这个诗人的角度来看待我 江涛同学 就这个广告 给你一分钟 讲清楚你广告的创意 讲清楚你的利益 讲清楚你面对的用户画像 把这三个维度讲清楚 我们谁都不要猜测你 第一个 侧重的是世界 就是 你接受了火星时代 就与你不接受火星时代 就与你们俩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这就是 我刚才那时候 所重点表达的一个意思 王琪你自己点评一下 你喜欢吗 我是一下听懂了 但是我觉得像我这么高智商的人 不是很多的 所以你要考虑你对方 你在嘲笑谁 你在嘲笑谁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从创意的角度上讲 纯诗来做创意 其实是个很奇怪的行为 就是这个 我觉得 我都不知道该用在哪 所以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这首诗 我也没有那么容易理解它的 好 那我来问 你为什么 为什么想要做广告创意 因为我觉得 我们中国的汉字是有粘性的 我想把我自己的文字 粘性的这种 就是汉字的这种粘性 就是找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那为什么是这种方式广告创意呢 你连 连那个编辑都不愿做的人 无拘无束的人 你想做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 你不觉得它太商业了吗 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需要生活 你还知道你需要生活 江涛 那我问一下 就是在你过去写的所有的诗当中 有没有不是关于爱情和这种 抒情类的 有没有其他类的 有有有 来我们来看一下背景资料里面 应该有这样的介绍 来来来 把这背景资料拿出来 年售情环 总是诗 大学四年 我可以说我的时光 都献给了诗歌 大二的时候 我的第一首诗 在中国作家网发表了 就是你的离去 没有方向 我曾在大二写过这样的诗迹 孤眼自年 那是前世的悲歌 我的孤独已然丰满 丰满一个带着梦的青春 下一页 第二首是 花样年华 我看过电影花样年华 里面张曼一学的表演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看完电影之后 我随机写下这首诗 拥挤的乌舍 把人生的味道 闷得好浓 你却永远逐一身 优雅的旗袍 挽着初见识的发迹 穿过那个 即使扬起头 也不适合你的天空 但当我读出我的一些诗的时候 其实我渴望得到一些怀念的 又或许 这仅仅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想法而已 第三首车站 电视上中文电视台的春影系列报道的时候 发现车厢内外一一西别处 竟是泪水年年 不有的感叹道 作为一个儿子 其实我发现我成长的方向是离父母越来越远的方向 于是我就把这首诗补全了 夜轻轻的浮上大地的春机 又静静的棉熟在月的波心 点点的心灰灿烂 仿佛已悄悄说透我的心思 一切都要错过 错过又彷徨 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我只想热泪盈眶 谢谢